欢迎啊,欢迎每晚八点早见七哥的这部件 赞继续啊,赞继续 也别停啊,兄弟们 壳子还没好,嗯,那 没好历史,就是 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了啊 但是比以前要强多了,比以前强多了啊,兄弟们 买点红肠,今天没有,红肠没了啊,红肠没了 昨天的啊,兄弟们 昨天有红肠啊 声音小吗?声音小,七哥调一下吧 声音小,要不然你瞧一下 你的手机呢 哦 是我的事啊,还是你的事 嗯,买了啊 没加灯牌,再加一波 没加灯牌,再加一波啊,兄弟们 嗯,来吧,把站搂下来啊 今天可热闹了 这家渴起来了啊,这家都说要开 开大站了,各路专家 全蹦出来了啊,全部讲了 这李 就是黎巴嫩跟以色列是不是又要口起来了 以色列正在打扫战场啊 而且中美两家宣布在以色列 黎巴嫩的公民尽快跑路啊 这这,这这这不是一般人说啊 这中美两家都说了 你这,这这这影响就挺大呀 你这这两家说的话能不听吗 这个,征服手啊 在这啊,你说这 是不是要真干起来呢 不是,一直在干嘛 从去年10月8号一直在干 真干 升级 升级 这标志性事件 是地面部队正面硬钢 这会没有过来吧 是这儿的 李宇,七哥早就说过 李宇冲突是中东围猎大战的开始 这个是大战的开始 大家都在等 大家都在等这个事儿 而且这块要先前来 这块要先前来 那就代表老美在中东所有战略 在其他地方全败了 战略上输了 就咋呢 老美 第一 欧洲那块还没拱起来呢 库尔斯克现在刚那么突进去 又被围猎 完了亚太这块一顿捅过 呃 狗狗嗖嗖的整了这么多 整了这么多挑衅的事儿 到现在啥事儿没有 所以说中东要先搂起来 那是老美战略上失败了 老美是压不住小乙 完了这边两强 把中东要是搂起来之后 把美国那个所有力量 几乎就往中东投入了 所以说现在就是 大家认为是不是要咳起来呢 啊 短期以七哥来看啊 感谢刷跑车啊 呃 地面不对 呃 看了一下啊 以色列这边确实是差点事儿 现在七哥那天说了 满打满算 精锐现在他不到三万人呐 两万多人 而且他眼中的那个精锐 也不是什么 呃 呃 怎么能打啊 说实话 只是说那空中力量 占一些优势啊 这两天的反击 都是以空中为主 完了 战略目标打完了 地面部队 从内塔他们今天国防部长所有的发言来看 还是没准备好 前边是往往过什么坦克兵啊 各方面都过去了 呃 完了 战场打扫完了 完了中美在宣宣布啊 本国人民尽快撤离 呃 种种的信号肯定要打 那打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端期还是不会以正面说的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往上上 小蚁现在还没这两下子 主要是看老灯这块 老灯现在着急到什么程度 对老美现在着急到什么程度 今天故意给他们的麦克关了 故意放出来的 全是针对咱家的言论 印太四方啊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 美国四家开会 在美国啊 全是针对亚太的事 老美现在就是想把亚太先挑挑一下吧 完了 中东的这块先压一下火 但是压不住 中东起来 老美的全盘战略就废了 所以说那印太这几个老小伙子也是逗老灯玩的 跟这块 逗老灯玩的 啊 印度去之前呢 先跟咱家签了一个 第31轮 那个中印边境的已经谈完了 呃 双方大家已经撤离这个 军事区了 双方都撤了 中印这边都宣布了 所以说他也是给老美上调的 老美现在就这几个印太这几个都不中用 澳大利亚那边 那虽然表面是跟老美 但是还是跟咱家没连眼去的 因为那个经济 矿产的这方面得靠咱家 所以说呢 小本子今天又来一出啊 把什么玩了 上个月 闯咱们领海的那艘军舰的舰长 那向咱家通报了 说给撤职了 撤职完了 又搞了个啥呢 这小本子 小本子 小本子就有意思啊 听上 东京 向咱家通报 日本 中国和平 友好不战之碑 今天节目 你听 你听了几个字 先是通报一下子 啊 通报一下子啊 呃 我那舰长给他撤了 完了 又来一个什么玩意儿 呃 友好不战之碑 节目 呃 还有一边呢 就是近期对咱家的整个舆论体系 啊 舆论体系的近近期 报复了好多日奴啊 这天天呢 这舆论这方面 大家知道啊 等我一会儿再晚一点再讲舆论这块 但是现在关键有关键点是什么 关键点是什么呢 就是呃 明显的印太的战略 老美现在有点管不了 有点管不了 特别是印度 特别是印度这块 所以说呢 他这两边印太战略让咱家给 给各个击破 因为九一八当天咱家辽宁舰 直接穿越琉球 呃 穿越琉琉球 你直接全告诉他 现在中俄还是在这边演习呢 中俄的演习 与咱家与沙特签署了 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协议 这些所有的东西 他指向了一个点 就是啥呢 老美在亚太呢 咱家就是各个击破 各个击破是无声的击破 是靠强大的军事压力击破 所以说老美给他几个整去了 开会 那就肯定很严峻啊 啊 拜登爆出的那个信息 七个月唱啊 拜登那个爆出的那个录音啊 他宣称啊 咱家最近的行动 包括维护 领土主权的行动是 战术上的改变 而不是战略上的改变啊 老灯 老灯谈战略 这他妈这搞笑啊 完了说的 咱家继续采取 啊 采取 步步紧逼的行动 在整个地区考验他们 他们是谁 就是印太战略 这这这四个货 完了呢 在南海东海南亚和 完了 癞蛤蟆那个海峡 也是如此 在我们 各国各个领域 包括经济和科技方面 都是如此 啥意思 告诉他 这个他是威胁啊 咱四个得抱团 完了还故意把这个放出来了 咱印太战略整这长时间的 现在他们整的什么玩意 这葫芦半片的 你们该上得上啊 该整该刺激得刺激 你们不能一点动静没有啊 你看这威胁多大呀 咋地的 说了一大堆 完了就七哥说啥呢 印太战略早就给他画信了 特别是印度那边 就是没有印了 我说一话 他现在叫泰战略 因为印度这边已经 在印度洋 通过斯里兰卡跟马尔代夫 都给他锁死了 斯里兰卡新总统上来了 一会我讲啊 这要有意思 对 这个两个 把三哥从上边陆陆到下边 印度洋的海陆已经锁那了 所以说这印太战略 印已经没了 就是太战略 太战略的小本子很明显 很明显 现在不想第一个当炮灰 更不想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嘴那么说 所以说岸田任可辞职 也想这么干 所以说呢 在岸田访美正去的时候 突然之间向咱家通报 啊闯入咱领海的那军县的现场 撤职 撤职完了 又揭幕什么 东京揭幕什么 啊 中日什么玩意义 和平友好 不战之碑啊 又又玩玩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了 所以说呢 这帮货都是两头打马会 现在大家都明白咋个事 所以说呢 呃 像那块直接说着看老灯 二一个老灯马上马上下去了 马上下台了 他说啥才能信呢 明明是四个国家开会 四个国家的元首 但是老灯旁边坐一个人 叫布林肯 五个人开会 老灯就给他听 他们跟他讲 老灯是傀儡 大家也听 哎呀 你就想想这个场景吧 老灯都没几天 没没几天了 下去了 而且这个人 那么现在脑子也不好使 脑子也不好使 就跟他们机器人似的 大家你说 听他的这些东西 能上心吗 所以说老美紧急玩了个印太战略 想收紧 说白了 想让这三个小伙伴 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你们使使劲 你们别老骗我玩的 往上拱啊 你们使使劲 胆量大点 天天被人家穿插 特别小本子 你那老琉球天天被人家来来回回穿插 这也不行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老美的亚太战略稳固局势 他确实是往那边投入的很大精力啊 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行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中东 中东这块 拜登今天也说了啊 尽最大能力 必须啊 让他以色列这块停火 不能打 完了 同时呢 宣布美国人赶紧跑 说完了 今天就在拜登说话的同时 老美的 在叙利亚的违法的军事基地 今天被导弹给磕了 火光冲天 嗯 干的挺惨烈 老北 老美没报到 啊 老美没吱声 老美就是为一二伙 中东七哥说了 以色列是诱饵 一直钓着老美这条大鱼 所以说 这揍以色列 以色列空中魂机 但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迟迟不敢干 不敢干老美就没有 不能把老美拉下场 那怎么办呢 没事就揍老美基地 为什么中东老美的基地 被揍老美从来都不报 甚至报了也说 哎 我没事 我他妈钢铁侠 你没事 你这炮弹打不动啊 老美为啥 因为老美想压火嘛 老美想压火 揍他的胎也不动 所以说现在 现在开始揍老美基地 又新一轮的揍基地 又开始了 所以说 同时揍以色列的时候 再揍他基地 就两方面牵着鼻子走 主要你老美掉下来 这就完事了 游戏就结束了 那就开干吧 接下来 能有多大玩多大 所以说 现在不管以色列啊 空中怎么玩 他地面部队 如果不摆开架势 那就是老美这块 就死活不下 死活不下 那以色列你要上 那你自个玩一下 你自个人 你怕打不过呀 那他妈丢人的 你因为想 以色列到现在 连他妈哈马斯 连袈裟的哈马斯 都摆不平 他怎么能干过 一个十倍的忍住党呢 而且他还是 除去跟人这种党干的 这就不行了 所以说 从整个战略层面来看 老美呢 老美 迟迟不进 完了以色列 在这会儿步步紧逼 逼着老美 以色列是给谁 撑场面的 是给特朗普 是给董王 但是说实话 现在董王有点不中用 有点不中用 明显的进 精细神 没了 以前董王 面对老灯的时候 那是战事啊 现在我蔫了 老灯说不竞选 他变老灯了 先说了 不参加任何电视辩论 不参加了 今天 你也给大家 出来说啥 我这次大选 要是不赢 以后我就不竞选了 这还是以前的董王吗 兄弟们 董王的粉丝 董王的 给他选票 这帮红脖子 就喜欢董王 那个劲 不怕死 那个劲 一直咳 咳到底 董王 他妈没精神头 现在他变成 老灯了 迷糊了一天 我这次输了 我就不选了 董王受到了 极大的威胁 七哥告诉你们 案 在政治层面 威胁方面 是极大的被威胁 而且两次 案杀了他 我估计 给精神上 心理上 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把董王的那点 精气神 给干没了 对 董王以前 是不可能 这么说话 以前那董王 张嘴 就和他们 现在 我变了个人 这两天 我发现他 董王怎么 没精神头 你能想象吗 本来他可以 利用这种刺杀 哎 能让自己 赢得更多选票 明显的 第二次被刺杀 没热度 美国把这个热度压下来了 全球的 他们的媒体不报了 就是董王 接下来没了 就是被 真刺杀了 物理消失了 大家认为 理所应当 没了就没了 这是董王心理打击最大 精神上打击太大 对 现在就是 现在的新闻 舆论就感觉适应了 就是董王很危险 董王肯定是很危险 没了也就没了 现在都这样 所以说 现在你说董王干的 没精神 现在内塔尼亚湖 就想帮董王 董王都惹不出来 董王两个线 因为啥呢 董王靠啥呢 欧洲大地打得好 董王上去概率大 中东 内塔 干的好 他上去大 现在明显的不行 精神没了 被围绕了 他是啥呢 我们说老美 现在外部三线的战略 都极其艰难 但是美 对民主党最难的 就是董王 董王上来 就是一顿清算 这个是对他们影响太大了 所以说呢 他们外边再难 他现在也得收拾董王 也得在大选当中赢 要不然物理消失 要不然总让董王主动辞职 董王现在玩的套路是啥呢 尽量不出门 尽量不发言 也不跟你电视辩论 就是赖着 躺平 躺到大选 开始 董王想靠自然的流量 直接赢了大选 正常来说是没问题的 自然流够了 董王的选 支持董王的人还是很多的 董王想看 自然流了 狗着对 狗着他不敢动了 再动什么事大了 所以说呢 董王现在就是想靠自然流量赢 但是七哥说了 正常选举董王百分之百赢 我就告诉你 董王还是低估了民主党对 对他下手的倾注 你就是狗到最后也白费 因为啥 选票造假 上次董王没上去 我跟你说就是造假给他干下去的 董王还是被整过这包货 被整过这靠红魔的不行 是不是 董王今天说出那句话啥 如果在大选当中输了 我就不再竞选 说白了 认怂了 啥意思 输了 支持我的人 你们老老实实的啊 我不竞选了 上次他输了干了啥事 国会是还闹的 董王当时到最后 要是振臂一呼 你妈全退了 这次直接告诉了 邓渝 啊 我输了 我就认了 你这不扯 你这精气神 你不扯淡 那什么 支持你那帮 那红脖子 底层红脖子 能干吗 所以说 现在董王被打压的 确实是挺严重 在你老美内部 因为大选越来越临近 民主党是什么招都用 无所不用其极 你现在这整个 整个战略上来看 所以说呢 这个对董王来说 影响巨大 其实跟你说 所以说呢 今天接下来 不管咋说啊 老邓这份 肯定他现在是属于一个傀儡 但是他那 所有的战略 还是为了延续民主党的战略 民主党的战略 当然有好处 但是七哥跟你说一声啊 我要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 谁大选 对咱家有意 我从来不这么说话 我说老美接下来 不管是无论谁党都一样 咱们说的 靠着他们选谁上来 对咱家说的 能友好一点 那你别反霸权 你拿他当 他的不管两党 谁上都一样 那你就 那就没必要反霸权了 你反霸权 你还在乎他谁上呢 谁上都一样 这个时候 七哥先把话说着 但是我接下来的分析很重要 两党的战略完全方针不一样 七哥告诉你 董华 是民主党 无论是哈里斯他们谁 都是民主党的 民主党的这个套路是一样的 我以前说过 民主党是按照咱写的剧本来的 他是导演 他是玩的这个 他是导演的 所以说他这块问题不大 但是你 董王上来就不一样 董王 你看他是想不想战争 董王会把所有精力投送到亚太 在各个领域 他那边 董王上来出卖乌克兰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你说出卖也好 是瓜分也好 这是一定的 所以说他上来 你要说是他俩谁上都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 还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 民主党继续 而战略来说 民主党继续是对的 是没毛病的 董王 他是18年发动的贸易战 是从他开启的 他是从各个领域开始玩的 这个潘多拉摩河实际上是他开的 对 他开的 所以说呢 从战略方针走向来说 民主党 往上上 是没毛病的 没毛病的 最起码 现在战略牵制 一点问题没有 印太战略老美拉到家 他也是那么回事 但是关键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哪 兄弟们 我告诉你们 就在中东 这把钥匙在中东 中东提前开大 老美战略彻底失败 中东离开大 对老美接下来的走向 就是他崩崩塌 或者是崩溃 钱影响巨大 因为现在 这离一旦开战 七个告你 两极化 直接就立起来 离开战 整个中东 或者是伊斯兰 伊斯兰世界彻底了 那是拥抱东方的 没有别的路 没有别的路 是彻底拥抱东方 老美以一己之力 站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队里面 中东不能够各个击破 中东抱团 你看美国必输的 他单打一个都费心 你想想 而且现在呢 咱家与沙特的防务协议也签了 投入的力量也过去了 就是咱家说白了 我在中东主持正义 主持到底 你老美不想接受 接受这个两国方案 那个正义 正当性 那你只能被迫下上干战 你接受两国方案 实际上就这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色列肯定往死里做 他越做 整个中东地区越抱团 对呀 所以说呢 以色列做实际上是做老美 那接下来整个战力 现在就少了 中东一旦开起来 老美所有精力都得投入中东 所以说现在他们在大选前 老美还是极力压着这个事 但是内塔啊 可不那么想的 内塔要干点活 助推一下东王 这点很重要的啊 要助推一下东王 所以说现在 现在的整体战略方式 就在这 司机也去了啊 司机也去那边了 司机今天长篇大论 抱怨俄罗斯 根本大帝他们 根本都没准备任何谈判 他们不想谈判 司机说这样啊 我准备了一个和谈的机制 怎么怎么样呢 冬天这个那个的夏天 我为啥不喜欢讲的呢 七哥告诉你们 美俄已经实质上进入交战状态 只是不是官方那种交战状态 库尔斯克就是北约老美的人策划的 进入库尔斯克的人里边 一半是北约的人 你给我听好了 司机这个代理人 他现在就剩个光板司令 下边的指挥权 已经全拿到老美地方了 你用啥意思吗 代理人战争已经结束 美俄的正面对抗 正马上就得来 只是现在大家心道不虚 还在这打 其实俄罗斯他妈跟谁打呢 那俄罗斯都报道出多了 库尔斯克里边抓着的俘虏 他妈一半是他妈不是乌克兰人 那么明显的事 所以说现在在这摆着的嘛 所以说那块根本你就不用想了 那是他妈谁的战争啊 美俄呢 进入战争状态 实际上已经 只是大国之间 不能说直接那种宣战形势 但是这里边的渗透很严重 就是中美是准战争状态 是在除了热战之外 其他领域全方位的 无死角的 一个准战争 一个已经开始 代理人战争已经结束 他现在是属于这种状态 所以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峻的 那为啥老美现在极力拉拢印太这个东西呢 去告诉你一点 因为近期 他要配合解救以色列 老美做出的一系列的动作 最大的动作 偷袭俄本土 库尔斯克 因为当时少爷武去伊朗 老美一看大事不好 俄罗斯要是正式介入中东 公开与伊朗签订准军事联盟 以色列死定了 这是一定的 而且在叙利亚 俄军一直都是有地位 有势力的 所以说这 他们是策划了偷袭库尔斯克 实际上是在解救以色列 这点很重要的啊 实际上解救以色列 延缓俄罗斯 渗透中东 或者是延缓俄罗斯 在中东军事力量发挥大规模作用 这点很重要 所以说偷袭库尔斯克 完了大规模舆论 咱这边呢 利用菲律宾 战术挑衅 挑衅的从偷袭库尔斯克时候 明显挑衅就是越来越大 是不是 这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 挑衅越来越大 但是咱这会儿一直是以 执法拿的方式 来办这个猴子 飞猴子 最后给飞猴子饿得受不了了 宣布撤离 两边老美战略全失败了 库尔斯克偷袭完了 没有并没有扩大战果 那不是他的事啊 老美肯定想扩大 是马克龙的事 法国不干 听好了啊 他不干 马克龙今天又宣布了啊 要与俄罗斯建立一个 不一样的一种关系 马克龙今天讨论 我是小马现在踩钢丝呢啊 小马像踩钢丝 一会儿我再讲他 对 欧洲大陆 不想完全卷入进去 不想给老美当炮灰 老美你要是不管 我们欧洲大陆可以下 但跟你老美没关系 是这样的 库尔斯克偷袭 实际上没有进一步动作 就是失败了 库尔斯克被绞杀 这两天俄军放出很多视频了啊 空中对坦克军的打击 一会儿你们自己搜掉 我今天我看着啊 完了 菲律宾 把那破船撤走 两个儿 老美在亚太 在东欧 两边 来解扣 以色列 失败了 现在 国际新闻里边 还是中东 占头条 老美想给中东降热度 想给其他两线 增加热度的战略 失败了 这就是中东开启大战的 前兆 也是信号 对 所以说呢 说白了 老美知道咋回事 中东那块 他必须是 以色列 就是他的 攻其必救 他是必救的 这让他调里边 对大三角联合 围堵 不是那种联合围堵 很多人你别听错了啊 中东打击眼了 两个强势直接出兵的 我把话撂着先 很多人没说你七哥 你别扯淡 还准 我现在就要那 对 我告诉你 这打鸡眼的时候 因为这事儿不是没干过 老美为什么迟迟不下 老美在阿富汗撤军之后 实际上想把战略就转到亚太 跟东欧推动俄乌战争之后 他压根就没想过东东的事 中东实际上的围堵是 又把老美拴回去了 老美深陷中东二十年 好不容易跑了 这是又给整回去了 他迟迟不下 老美在叙利亚战争失败之后 他妈就一直想跑路 借油了 直接给阿富汗跑了 二十年掉坑里 他还能回去吗 但是现在小乙被围柔 你不回不行啊 这就是老美既不敢下 完了还得给以色列挡箭牌 造成现在这个上来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这个姿势 因为当年叙利亚老美 就马上就拿下来了 阿萨德政府当年就剩5%的土地 你想想就是大马士革周边了 全被反政府武装 就是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 以及北约集团给打下来了 就剩5% 大地2015年决定出兵叙利亚 是朝鲜战争之后 我所有战略家 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 仅次于咱们教员当年出兵朝鲜 跨国作战 海陆空 八万俄军 得跨过两条 一个是黑海 一个是地中海 面对的是谁 被约集团 而且2014年刚拿下克里米亚 当年那个场景 那个决定 是决定了 21世纪反霸权 定调的就是那 那场战争 俄军 八万部队 地面部队 20万伊朗革命卫队 配合了摧枯拉朽 一段咳 反政府武装 12万人 卡掉 瓦格纳当时还正面跟美军咳了一宿 最后把美军干退 瓦格纳刚成立一年 当时在叙利亚 最后英法德撤出 跑了老美 董王上来宣布美国撤军 撤军 叙利亚拿回来 完了 就留现在的几百人 美军在这 偷点油 从那之后 彻底把伊朗那个扣解开了 完了 把叙利亚整活了 要不然叙利亚被美西方拿下 那叙利亚 黎巴嫩 完了 从到下边 沙特海湾国家 到伊拉克 完了 后边的阿富汗全围住了 就剩一个伊朗了 对 叙利亚盘活了 实际上都活了 能盘到现在 就在这儿呢 对 就剩个伊朗了 所以说伊朗当时差点没被包围了 就这点 因为当时伊朗跟叙利亚紧急访问俄罗斯 就是大地 你就是 你不出 你完了 必须得出 完了 到咱家 签了 四千亿的大弹 拿着马里开干 就这么 实际上老美 现在不掉中东 是因为这个 因为啥 他们在中东 在叙利亚战争 能失败 这点很重要 这是个节点 所以说叙利亚战争 他输那一天 就注定着 以色列被清除那一天 就以色列早晚 就定着 叙利亚战争一输 沙特立马 跟老美撤脸的 老美从阿富汗一撤军 沙特立马 不跟老美玩了 完了 紧接着就是 俄乌战争之后 就一杀和解了 为啥呀 很简单一道理 老美 你自己在中东 都保护不了你自己 你凭啥保护我沙特 老美一撤军沙特 必须跟伊朗和解 要不然 你一个抵抗之狐 都单挑沙特 虽然沙特 那你这个世界 美俄 在欧洲干仗了 2022年 2021年 撤出阿富汗 中东 自二战后 首次迎来真空 美俄 美俄 给欧洲 磕了 那沙特一看 那就很简单了 那只有找东方 这世界上 这世界上能给他俩 整一块 完了 他俩 还没事呢 实际上 从那一刻开始 小萨勒曼 换大哥了 这就是 从那之后开始 为什么欧培克集团 跟着俄罗斯 反而不跟着老美走 对 所以说 从整个战略基点来看 他们现在就老美 迟迟不敢下 就在这 二一个下 他怕两枪的卷 但是无论如何 中东是必须 从这开干的 提个高 当然 中美两家都宣布 在以色列跟黎巴仁的 居民赶紧回家 这个信号比较强烈 因为这俩 这俩大哥肯定知道 咱们是 那你还用想吗 所以说 从无论哪方面来看 都是这个事 中东的武装 也该完事了 武装该完事了 中东应该是有大招的 以色列 要是地面部队开进去 你一定得吃老大苦头了 不光是以色列老美 我跟你说 中东一定是武装完事了 就等着鱼上钩 以色列现在玩空中的 两边他们都玩空中打击 这边 黎巴嫩也打他 他现在玩空中 还是在试探 还是没赶地面 这点是很重要 因为他知道咋回事 你别看以色列话说得很 他但凡能有50%的胜率 他都早都干了 你们想想 以色列边境居民10万 就是他抢那个定居点 全被干跑了 从去年18号到现在 被珍珠党一天天咳 他但凡 有把握 他早掉头北上了 看一看 就在这 所以说 现在的 现在黎巴嫩他俩打仗 跟加沙没关系了 跟哈马斯也没关系了 也没人提了 对跟这没关系了 明显的战争局势 又向更大的开火了 那因为啥 你这次李以一开战 是彻底清算 包括格兰高地所有的全来 全来 所有的这么多年 就按照两国方案那个路走 就按照那个方案来打出来 就问他服不服 那接下来肯定是往这边走 所以说 无论老美这个战略 老美战略牵制 这两线失败 那那块直径来 要不然老美还有一个 有没有解题呢 老美有没有解题的办法呢 有 但是能延缓 不是完全解题 什么方法呢 中远程导弹 打击俄 腹地 再疯狂试探 战机加入战场 把欧战推前来 推到边缘 让欧洲成为世界焦点 暂缓中东 他现在就是在玩这套 但是影响也是暂缓 只能说到他大选 但是能彻底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因为中东牵制他的 是东方 这一点很重要 是东方 并不是 并不光是俄罗斯 所以说两头走 亚太他拿不出牌来 接下来就难整 明显着 三哥跟本子 心里打鼓 高你你也打鼓 就是你要是莫迪 你去哪里的话 你别说老灯 都宣布要不干了 就是民主党 能不能继续干倒两把事 老灯 跟莫迪说啥 莫迪真往心里去吗 莫迪 心里想着 我这次来能偷多少 你能给我多少 他想的就是这个 你让我干这干那 你拿钱说话 你一个正常的思维 在战略来看 你也不可能信老灯的 他自个都要不干了 民主党能不能继续当选呢 而且十月五号就定下这事啊 这剩多长时间了 岸田也一样啊 自个他把咬咬撂挑子了 跟老灯的肯定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就这辈子肯定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对呀 所以说老美紧急搞个印太战略 啥意思 七哥告诉你 就是近期整个亚太 被咱家逐一个个击破了 就是老美让他俩上冲 没事我给你 电风 他被咱击破了 老美自己呜呜呜呜也没好使 没敢上 咱家的战略非常简单 七哥说过 一战定乾坤 要不就不干 咱家大概率是不会打代理人战争肯定的 干 就是还是那句话 秦贼先秦王 美国的智库 那他把美国的智库有意思啊 说了 咱家要是真开起来了 肯定第一个打击的是日本本土以及琉球群岛的日本美军所有基地 他说这玩意倒是对 肯定是打打击这个能力一点问题没有 当然呢 老老美天天往这方面照了老美都不知道 老美接下来肯定部署什么中远程导弹呢 玩这些玩那些了 又开始了 肯定的 但是不管咋说 现在老美用啥的 很简单 还是七哥 我最早那句话 最受用 现在不是一战二战了 老美想最晚下去摘逃了 没人给他机会 而且现在的战争 欧亚这几两大战争是反帝反殖民的 是打的老美安插的眼线也好 钉的也好 并不是欧亚的那一乱 老美啊 在北美能捡便宜 不是 老美想解扣就一招 第一的大刀自个儿下去干 自己不敢干 讲的啥都没有 这例子都在这摆 那乌克兰谁想成为这二个乌克兰 你就美西方那帮货天天 咬了牙什么支持乌克兰 什么什么胜利属于乌克兰 但是他心里想 这三号 干的什么国破家伙 你让他上这十块 你能整上去吗 他说是这么说呀 你让他做什么 谁不害怕 对 老美自己没胆量下去 你会发现 完全跟像伊朗咳 在亚太跟咱们咳 那边跟沃德斯咳 那都白费 没有用 没有用 一点用没用 而且现在关键是啥的 釜底抽筋 今天七合白天直播 说了一个事 美国呢 不管是美媒 美媒 就是美国的媒体 美媒 美军 玩乐家那个美元 这些所有的体系呀 不管咋说 都是属于一个 准战争状态 可以用的 想给老美玩 釜底抽筋 最大的其实就俩字 美元 美军是他最后的 一个基本盘 美元釜底抽筋 美国在全球的战略 利益 全部瓦解 因为什么都是 对接美元 无论是跨国资本 跨国公司 跨国品牌 还有他制定的 各种秩序 实际上就在 美国的一个体系里 当美国制裁 俄罗斯失败的那一刻 美元的下场 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说呢 现在大家 狂狂轮着 给他去他美元 他那个美军 作用不大 实际上来说 就是现在很多人 当时老美 能忍 老美不是能忍 老美是实力 老美那老强盗 他能忍吗 他但他有实力 他在忍的 兄弟们 在他的字典里边 就没有忍字 他之所以忍 就是实力 而且现在的 不择义不一样 他不可能忍的 对 所以说呢 现在 老美他们 拉了印太 说东海南海 以前全部说南海 现在把东海降临 你们想想 咋是 辽宁舰 穿越 琉球 接来 琉球就得开罗 宣言就得拿出来 琉球 复国 这个件事 必须得提上日程 这拖延 没啥意思了 七个想说 这是啥呢 美俄 基本上 已经进入 战争状态的前奏 中美两家 也是准战争状态 脱钩方向 极力走 美国那一天 就通过了 二十二个 对咱家的法案 玩乐的新能源 征税 各个方面 所有人 全在这摆着呢 实际上 没必要了 再拖着 没有必要了 必须把本子 这事儿 牵出来 把琉球这个事儿 得整 但琉球不是 你说复婚 只是什么 像中东一样 支持巴勒斯坦 建国是什么 是正当性 正义的 这是正义性 就是我到这 主持正义 我主持正义 你们美国 以色列 必须反抗 反抗 最后 那咱就打出 这个正义 琉球也是 我是主持正义 二战后的秩序 你日本鬼的 战败国 我他妈不在 你那驻军都不错了 你还侵占琉球 这事儿肯定不行 老美他也不敢说啥呀 这事儿要拿出 不光拿出来 不光要提出来 要拿到联大去 要联合非西方国家 来投票 制约本子 在政治外交方面 为接下来的热战 打好 道德制高点的基础 因为这肯定是靠战争的 西太平洋战争 战争结束 琉球必然复活的 要不然 你打不开 西太平洋口 干嘛 西太平洋 琉球群岛 到赖喇嘛 这一圈 使于把咱家 锁在那海 琉球必须复活 这个点子是摆着的 所以说 琉球复活 也是主持正义 你让人 这个谁 他也受不住毛病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 你必须得提前 在法理上 各个方面 你得拿出来 当然了 那也是非常紧张的状态下 必须得拿出这个事 拿完了之后 把他法理上 正当性上 给他贴上这个标签 完了 接下来 无论是开战也好 怎么争也好 那就是合理合法的目标 你驻琉球的 日本军队跟美军 你们是 不合法的 就跟现在 驻伊拉克 叙利亚的美军 是不合法的 所以说你随便可以打 今天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被导弹袭击 活光冲天 你看随便可以打 违法的 驻伊拉克的美军 都被揍一百多轮了 你们便以为 这算个啥事 弹幕今天狗子多呀 我管理那天我给撤了几个 我这没关系吗 这两天 大值的公事挺猛 16亿美元 怎么那 你们揣着了 到了 我不是我埋着你 你连一毛六你都没有 你也就看了 就你这智商 你还能收着钱 到这了 一人一毛 一毛六才都没有 这两天大值得挺多呀 这两天 最近的挺猛 本的确实公事挺猛 本的 在哪里 不行 我的弹幕还得干个精进 明天我把管理权整回来 啥也不用干 七哥也不用搭理他们 咱们正常直播 也别让这帮货带节奏 你们负责啥的 露头就没有 活身乌鹰角 只要他发言 直接就给他 扔进黑兵蛋 好不好 露头就没有 今天更加搞笑一个事 老美拉拢欧洲 确实挺费劲 马克龙的发言又是 我们必须重新定义 俄罗斯的关系 关系这两段是啥呀 马克龙你想提强了 你这是 你干啥 刚说话 匈牙利当的 匈牙利外长说 几乎所有欧盟国家 全部在秘密 跟俄罗斯 进行交易 只有匈牙利是公开的 看着没有 这群货 所有 全跟俄罗斯 没来言去 还得求人家 卖他东西 只有匈牙利是公开的 他们全是 私底下搞的 你说大地心 有没有底吗 跟他们打仗 跟这帮乌合之众 打仗有没有底过 你说 看口号喊得正天响了 这帮货 天天给俄罗斯送 送欧元 天天送 那边援助乌克兰 磨磨叽叽援助 这边援助俄罗斯 哪有这样的 这仗打的 这不是个大援助的事了 两边援助 这什么能玩吗 这个扯徒子 你说这老美呀 控制力就是不行 控制力急速下 老美在制造 制造俄德 俄欧脱钩当中挺狠 北溪管道都给干了 但为什么 又慢慢又松动了 这帮货又跟俄罗斯 没来眼去了 代理人战争 实际上失败了 老美立大张旗鼓的制裁 三百六十度围堵 以及支持乌克兰 最后乌克兰打美了 所以说欧盟这帮货 把责任推到老美 敢跟老美降嘴了 你要是打赢 说啥都好说 你他妈打不赢 他们就松动了 你看见没有 这玩意你咋玩 所以说老美在内部 确实不好控制 这帮人 太难控制了 想把他们打包 扔到战场 还是挺难 但是老美接下来 还得用杀招 还得用杀招 欧盟的刺头 老美几乎只能 把他们拿下 要不然 老美很难 推进欧战 老美自个儿 不能绕过欧洲 跟俄罗斯 单对单可下 你这点你放心 那是老美 他这一辈子也不敢 他上那去 跟俄罗斯 单对单可下 老美面临四面受敌 这边俄罗斯干他 后边欧盟给他捅刀了 八零后 伊朗都得上 俄罗斯那边 磕他去 那磕下 逮住老美了 那不往死里整 老美自个儿 掉起 父辈受敌的 这肯定的 老美必须先把 欧盟推上去 完了他给后边 对 他是肯定的 所以说 现在的主体 老美 他是不可能自个儿 自个儿上 他必须带着他们 带着他们上 所以说 现在 就是 就匈牙利整这个事 匈牙利今天 爆出这个事 大家就明白一点啥呢 匈牙利就告全世界 实际上欧盟 天天跟俄罗斯做声音 老美 你看着办吧 老美 你天天不指责我吗 匈牙利 我们匈牙利 坦荡荡 做人最实在 我们跟俄罗斯交易 我就是交易 我公开的 那帮货 私底下的 反向看 老美的控制力 在下降 炸北溪管道之后 还行 现在就不行 不行的原因 就是战场 打的不行 经济制裁 全部失效 原因就在这 完了 老美又被 牵制到中东 所以说 欧盟这帮小 老想跳脚 但是就看 他们互相 谁能压住谁了 现在的主体 看他们谁能压住谁了 但是呢 现在欧盟最担心的是谁 董王回归 其他说 董王回归 董王不按套路出派 上去把欧盟 扒了一边 滚足了 直接找大帝 握手央河 来 你说咋刮奔乌克兰吗 你说了算 他俩就给刮了 给欧盟 真当大猿种 踢一边一项 董王 指定能干出这个事了 对 他指定能干出这 所以说欧盟 担心啥 担心 美国 跳过他 完了 达成 这种和解 董王要是上来 欧盟自个儿 低了个刀 也得上 蒂涅伯河 跟俄军 拼命去 因为啥 我最起码 上去了 我打了 我就能跟 俄罗斯 谈判 我只要谈判 我就能捞着不少 那乌西 一大片地区 你不能全给老美 实际上 说白了 他俩谁上去 跟俄罗斯打 打蛋 都是为了 能跟俄罗斯谈 都是声音 马克龙现状啊 马克虫被弹劾 不管咋说吧 他现在 马克龙的战略目标 达到了 你们记着不记着 当时 北约团刚开完 会马克龙说了 法军要绕过北约 单独派兵 跟俄军参战 记着不呢 当时 马克龙玩了一个 疫情故作 把老美架在火盆上 那意思 乌东这种战场 现在 疼不疼 痒不痒呢 你老美在欧洲 不但 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在军事上 你还把欧洲坑惨了 你老美没资格带领我们 所以说 我法军单独出 给老美架那 完了最后 老美 开完会 制定了 偷袭库尔斯克 这一系列军 就让老美 你干不干 不干 你就给我滚蛋 你不干 我们干 他是架着老美上 因为你打成这样的 你还玩啥呀 所以说 马克龙偷弃库尔斯克之后 马克龙都 都 都没这事 老美你玩吧 等库尔斯克 被俄军清剿完了 马克龙立马站出来 啊 我要援助 啊 我 我要派兵 他干啥呀 他援助个屁呀 西方所有大国里边 法国援助最少 那口口嗦嗦嗦 他压根就没什么想过援助 他还是给老美架起来 那意思老美在战场上 你还不能玩不玩 更大的了 玩不了 滚球子 我玩 对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 他要的不就是一个战略自主吗 欧盟的战略自主吗 不是从那边 老美你打不好 你就没资格在这五五线 就就这么简单 就是他们把这事归结于老美 所以说这 马克虫的作用还是有的 但是看接下来老美怎么对他 老美一旦把目光 锁定到一个人的时候 马克虫的时候 难办 老美七级败坏 他连董王都咳两次了 北溪管道也炸了 啥事他干不出来 对 所以说你这么玩的话 就是他 老美要在欧盟内部 把那个反对声音给 去掉 这个是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你看接下来战争走向 接下来肯定是中远程导弹 往俄腹地 战斗机参战 肯定是以这个形态 但是现在乌东这边不好整 库尔斯克这块守不住的话 他就得看 库尔斯克要崩盘之前 北约部队要崩盘之前 他们一定会玩更大的 往俄腹地打 你记住 或者说 接下来他玩更大的时候 想 转移注意力 转移中东 注意力 给以色列 疼时间 白鹅这块不排除 七鹅说过 不排除 但是东方这块 也就是很严厉地告诉他 白鹅不能碰 那他们要是玩 白鹅这块开起来 那就是属于 大大战 那就不一样了 战争形态 欧盟内部肯定不想 但是欧盟呢 这帮货 给谁是批评了呢 格鲁吉亚 高加索的格鲁吉亚 说格鲁吉亚什么呢 10月26号的大选 我希望你们格鲁吉亚 要公开的 要民主的 要自由的 一旦你不自由 不民主 我们就管你了 欧盟给格鲁吉亚上调了 为什么 很多人不明白吧 正常 克里米亚 2014年是后爆发 第一个爆发是2008年的 格鲁吉亚 俄格战争当时 南奥塞提 对 说白了 俄乌战争之后 第二战场就是格鲁吉亚 他们想让俄罗斯 父辈受敌 这回没问了吗 格鲁吉亚不跟他们玩 说啥都不干 法国不是不想开第二战场 但是他不想在欧洲那边开 他想在高加雪 地球一上不了了 兄弟们现在 理解 对 所以说呢 格鲁吉亚前两天给欧盟一顿岔 LGBT这些在格鲁吉亚直接明令禁止 欧盟以这个理由 对格鲁吉亚还要来个制裁 你说这玩意整的 嗯 这玩意整的 你说呢 以色列撤侨了 来晚了 我这都讲了 对 谁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你气得跟你说 不是 能成为乌克兰这个体量 不多 嗯 所谓的本子 以色列 是不是都是 都可以 乌克兰这种体量 它是陆陆不一样的 嗯 乌克兰的体量是很大的 实际上 不小的兄弟们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训练 乌克兰战斗力可不低的 俄乌战场极其惨烈 战斗力可不低的 这个这点你要明白 所以说他也就是 遇到俄罗斯了 你整个一般炮 你一般你先捅过不过他呢 给欧洲随便叫一个 跟乌克兰干这种消耗战 我跟你说别人都不行 现在那帮法德呢 都废了他们 啊 那LGBT都整成啥样了 对 但是呢 他这个遇到俄罗斯 俄军呢 肯定就不好使了 嗯 战斗 基础宜战斗子 嗯 德国会不会下场 嗯 三德的不是 远远没到那时候 以国家名义 没法下 他们的 七个高明 他们没法下 但是东欧完了 就是西欧 这个战争形态 一定是这么战略推下的 一定往这上面走的 嗯 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 现在整体呢 他们 他不推这些也没有用 所以说现在就是 关键一点是什么呢 咱说一点啊 就美国大选这个事 一旦董王上来 他们怎么应对 就这一点 就是美国的附庸国 怎么应对 董王回归 大家全在战略 同样全在等 我为啥说大战来 就是在大选前后 金钻 会议前后 就实际上就是下月 实际上十月 或者是十一月 就是中东跟欧洲 这两个地 这两个地 咱亚太虽然紧张 但咱家强大军事力量 没问题 暂时能稳住 而七个人就挂 不把老美拴到 其中一个战线 咱亚太轻易不会动 轻易不会动 这个战略极其重要 很多人就问 这个战略定力 将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主导权 我就跟你们说一句话 你主要保工业 体系 所有的保重 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你就往后拖就完了 就是这里 你拖 你就是赢 你多拖一天 你赢的几率就多大 很多人不明白 这里边的道理 为啥老美极力挑战的 就在这 现在美西方内部都啥样 对啊 他们一定是等不了 他必须在两线 你其他两线一旦开战 那咱家的进可 进可攻退和守的空间极大 因为这场战争 他是 二十一世纪主导前 是中华民族彻底崛起 复兴的一个极大的信号 所以说你没有战略定力 能行吗 对 所以说你没 很多人说 这东西不是说的 他挑衅你 你就干这事 那种情况下 肯定玩不了的 对 内心是有的 老美有没有 老美在中东 被那么贴脸 是太大的 老美现在依然不通 我就跟你这么说 以咱家人的心态 现在 咱家在中东 有住军 我就是打比方 今天 住叙利亚的 美国基地 被导弹打中了 命中 火光冲天 打的 假如是咱家的 你想想 你啥心情 你们这么换位思考 像你没办法 老美现在 都成仁者神归了 他被胡塞干成啥样 你这么想 你明白吗 老美都成仁者神归了 所以说 你就拖他 就没事 就老美在中东的 军事基地 接下来全是目标 你要明白 全是目标 沙特还得出现 一个奇怪的景象 老美军队 没走之前 咱家到了 一定的 现在就有 就跟泥日美军 还没走呢 俄军直接过去了 给他对面 支不起来呢 老美一走 俄军直接进去 对 他这东西 就是这回事 这肯定的 中东的所有美国的 军事基地 都会成为打击目标 不光是打击 以色列 兄弟们 因为彻底 把老美 绝出中东 这下中东 才能迎来 完全的去美元 美元的釜底抽策 最狠的 就是在中东 中东的石油 切上去的交易量 特别大 以这个杀招 来磕他 就逼着他走啊 对啊 所以说现在 以色列 作的越狠 牵制老美 牵制那群越严峻 把所有东西都放出来 总是问 感觉 力度 打击以色列的力度 一点都不小 很多人认为 打击以色列的力度小 为打击平民 以色列大城市 一般没事 咋的 这就是 干掉霸权的原因 你们很多人不懂 这里边 你 珍珠党 大规模 对以色列 或者是胡塞武装 对平民 展开途上 美西方 云六会抓住这个点 咱中东 要干啥 你们要明白 主持正义 支持巴斯坦 建国 同时要拔掉 以军 珍珠党打的 全是以色列 军事目标 军事目标 军事基地 人家才干的是正事 反过来看 以色列针对的是百姓 这不一目了然吗 你不干他军事目标 你怎么 能卸他武光呢 军事目标 打击的非常严重 只是以色列 大事 花小小事 他不报 前几天 爆出来了 死亡22个士兵 很罕见 这是 巴以开战之后 首次这么报的 他都不报 你不报 你是导弹 干到他基地了 你他妈人也没在那 你不 他不报 你也不知道 到底死多老啊 但是他乐报 不报 我就怼着你基地揍 你什么 谁疼谁知道 你报不报 靠舆论能赢的呢 他们天天靠舆论能赢的呢 对呀 但是小乙 一旦 得瑟起来 他打击一下目标 全世界的媒体 大肆报道 咱家媒体 转发 就上了以色列 报道的玩意儿 直接就转发过来 一个字不太差的 咱家媒体也是 转过来 以色列攻击了 黎巴嫩 四百个目标 今天热搜就这个 以色列 也许就打了四个目标 但是 他这个媒体 想写四百个 四十个 四千个 他自己说了算 因为啥 他发出去的 就是国际的话语圈 我是昂萨 犹太 我们舆论 我们控制 全世界你们只有 转载这份 但是这样呢 也好 也不是啥坏事 对 他们这么干嘛 对 他们吹牛呗 吹牛也不是不行 七哥说 他们喜欢吹呢 就吹 就跟老美似的 我们说嘛 还是大地的方法好 美西方舆论 一直吹牛 大地一发入魂 二百多个 北约 培训的军官 加士兵 全料到 对 你们吹牛逼 我这不知识 我就导弹说话 这玩意最实在 我不知识 我就导弹说话 你看谁 谁能听 以色列的钢铁墙 以色列军官 就是什么 兄弟 以色列 损失惨重 告诉你 正常报道的话 那是损失惨重点 他进攻加杀 就损失老大 他的精力 到里边都给大些把换了 除了都干成散装的 为啥现在 他地面部队 不能正面 跟珍珠党 胆是突的 他都不给加杀 见识了 国际舆论 都是他们控制 对呀 这个东西 你要免费一点 但是这个舆论 也会到头了 但是控制舆论 这件事 我就是 你行的时候 说实话 你美国强大的时候 你舆论 你控不控制 大家也在认他 你说啥 大家信啥 当你不行的时候 光靠这玩意 吹牛的时候 你啥都没赢 舆论这玩意 他也是正反馈的 他也是正反馈的 所以说 他们现在知道 这些消息是没有用的 这些假消息 那你美军多扛打呀 美军基地 在中东被咳好几百人了 反正就是没有 美国大兵伤亡信息 很少 咋的 你那基地没人子的 那导弹就算 他妈瞎 那他妈 他架不住 数量大 那瞎毛碰死耗子 那还不炸死你俩子呢 没有 一个炸不死 一个炸不死 对 嗯 美国大兵伤 美国人命真贵 死了 都不知道咋死的 而且都不炮 没 凭空消息 这命太贵了 密不发伤 光大基地你看不着 这帮干啥干 那家 密不发伤 这词就是我 我当时 我当时找个地方 老美他们就是 密不发伤 赢了 摇旗纳 一顿夸张宣传 自己人嘎了 哎 没有 看不见 不知道 雇佣兵损失惨重 没有 不知道 什么雇佣兵 是北约换装 就是北约的人 对 但这种东西啊 他掩盖不了多少钱 好事 好事 齐哥告诉你们 对 他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东方知道 咱家知道咋回 中东咋回事 就让他访他 我就告诉你一点 中东大战开下来 或者是欧洲 欧战 等下来 咋说呢 这两边先开了 老美战略上就已经输了 老美亚太挑不起来 在那两边掉下 胜负就已经决定了 齐哥就告诉你们 如果说他有先挑起亚太的能力 那老美 战略上还是可以的 但很明显 他没那能力 他想挑早挑了 风鸿台变味了 咱乐谁变不变味的 这东西在那板着呢 变不变味 干都咋的 谁变不变味 你影响不了 老美的崩塌 到时候呢 对 中俄的根本利益 那就是背后背 啥根本利益 中国现在联军 演习呢 给日本呢 中俄的根本利益很简单 这东西还要说吗 就是 共同的敌人呢 反霸权两强 必须收的 嗯 现在咱国内的企业 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就是新能源跟华为 这会儿就比亚迪跟华为 这种企业 民族企业 你不用想了 现在 你看日本做的舆论战 就是了 做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什么他们的企业撤出了 嗯 大侄子们 一顿服务 本的撤 撤资了 这个那个的 什么撤资呢 干不下去 再干倒闭了 好多都是被顶的 契格说了一句话 也本的也就是 本田分田能 狗言残喘一段时间 剩下全得完 全得完 咱家的起飞的企业 会陆续的都得出来 现在很多就是老板 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做自己品牌的重要性 嗯 咱家产业链最全 全世界最大工业国 你拿不出自己的品牌 那你能成为工业强国吗 扯淡的吗 你有品牌 你才有换权 这点很重要的 对 现在 是全领域的爆发 全领域爆发 以前我没说 咱中国人就不差技术 什么科技这 那个的 主要咱差的 最早差的是工业 工业体系 全部完善了之后 那些就慢慢攻破 就时间问题 而且时间不会很长 几乎就在那边走 所以说呢 嗯 现在 不管咋说 现在不管咋说 嗯 这种趋势实在是有点快 今天我看数据 今天上半年 咱家汽车生产跟外销 出口三百万辆 嗯 上半年应该是将近一千五百万辆 生产 出售也是一千五百万辆 哎呦我去 一千五百万辆 你他妈有个吓人 这市场 就这 就这上半年 这怎么比别的国家人口都多呢 比好多国家 你想想 年产量三千万辆 是一点问题没有 全世界第一档 全世界第一档 全世界唯一可以自己造光控机的国家 还有谁 没没了 就咱自己 日本排放协议是啥意思 没有协议 是日本共同社报出来的 给咱家莫名其妙上热搜了 那大侄子一定跟说 咱家回答了 外交部回答了 咋说的呢 是日本的旅行 按照咱家独立检测 确定 达标才可以 不达标还是跟一千一样 小本子为了这个事 杀费苦心 杀费苦心 走了 货买了 我还得 宠 其他宠败 去 去 货买了 这句话说的对 没有这仨字 我得喷你 来兄弟们把那啥夹上 灯牌夹上 这怎么发言人 发言的咱一个灯牌都没有呢 发言的一个灯牌都没有呢 今天咱们也不用麻烦套 没有 那是不算主品啊 牛股肝没货了 没货了在那边 感谢所谱说 谢谢 七个亚太有可能 亚洲可能战火 亚太不是亚洲 亚洲都干起来了 八里不就是亚洲 亚太 就你七个认定的战略就很简单 亚太吧 半岛吧 南海吧 包括东海这那里 本南 这南过的 天天也不少起刺 但七个还是那句话 亚太暂时无战事 就是急的老美 急跺脚 亚太 越无战事 老美崩得越早 你记住这句话 对 他们想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所有算盘基本上都已经凉了 都已经凉了 对 斯里兰卡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斯里兰卡这个 上斯里兰卡咱们有个港口租借了99年吧 包括马尔代夫 咱们对阿三基本上脚下给阿三锁猴了 给三哥锁猴了 我们说不定印太战略那个印 已经给憋家里了 没有啥印太战略了 基本上 上下全锁了 锁了死死 给三哥 现在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捣链了 以前他们拿捣链这个东西已经对咱家的军事 现在来说已经他们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 随意走 中俄联军现在随意走 现在给北太平洋呢 随意走 琉球复国得多久 那得打完仗的 你不打仗才能复 互扔战术和 俄国这玩意走 S3肯定是不排除 七哥相关的说 但是这个战略绑定还准 我之前说过一件事 中俄两强是维护世界主要安全的两个家 没有两强 昂萨犹太 玩的比现在很多了 没有两强给这站着 老美早下场中东了 大家明白 两强战略有一点 两强战略合在一起有一点 就是老美永远让他坐在椅子上 给他绑好安全带 老美四肢可以动 但是安全带已经给他绑了 就是模糊 模糊这份能治老美呢 就两强 四肢你可以扑他 别的你玩不了 就是给老美绑个安全带 完了就玩消耗 怎么打 常规战争怎么打都行 你想在这打老美你找个地 这老灯现在就坐着 安全带给他扣上 哎 俩胳膊俩腿可以优的 但是你想玩模糊 你得颠了颠了 你跟中俄玩这个 你得颠颠 这就是 只要把这个给他绑上了 我不信老美能赢 咋都能赢 就是打模糊太赢了 模糊这玩意儿 战略威慑实际上 现在慢慢慢慢在被削弱 冷战时期 模糊是战略威慑 那时候美苏对抗的时候 是最大的 但现在关键有一点就是啥呢 要真说到那一天了 非得那么干 那也没办法 那你得接着 关键一点是啥呢 就是战略防御 咱家450个发射警 老美也是 俄罗斯的地缘 很大 咱家呢也是一样 老美也很大 但老美呢集中城市 老美是集中的 老美98%的人都在城市圈 就那点城市圈 完了咱们家的关键有一点啥呢 中岛陆基 防御系统 八次在大气层以外拦截 洲际导弹 零食物 咱家不用拿模糊 威慑谁 没有用 咱家用这个 就是你那玩意儿 我随便打 我就这么说吧 这三家 肯定比点 现在是俄罗斯 没事拿出这个玩意儿 像像人 老美接下来拿这个像人 肯定的 老美 老美接下来给玩这个像人了 但永远不是咱家 因为咱家打常规 你是消耗我是干啥 你在近海 在哪陆地 随便 他们都不是对手 大家不可能有这玩意儿 但是俄罗斯呢 我们说吗 能诱导俄罗斯 把战术核武器扔出来 那整个东方的战略就失败了 能让俄罗斯被美西方 三十几国围堵着 不得不扔出战术 磨共 那代表 东方那边的 不稳固 俄罗斯得被逼成啥样 才扔这东西 俄罗斯都被逼成那样了 你们不帮吗 不现实 俄罗斯只是拿出这个东方 玩个战略威慑 但是亲和告诉你们 他是准备 什么都做好准备 或者说是保养 维修物理的东西 但是当他们 他拿不出来 首先第一个不同意 就咱家 美英都希望 俄罗斯扔个战术 那立马把俄罗斯打成 彻底打成反派 你非西方 你没法站在 因为这个潘多拉摩 和人是你先打开的 你说啥都没有用 你就是你 无论是美西方 怎么对你 你就拿出这个东西 现在美英不就是玩这个 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拿出来 你正式立场 各方面 你没法玩了 不拿这个 保证你消耗 保证你不 常规站上 保证你不败 就完事了 你不败 就是老美输 对 所以说就在这摆着呢 当然了 我相信既然来两强 对老美的战略威慑会越来越大 老美现在又在阿拉斯加开始部署导弹部队了 为啥呀 中美两家老上阿拉斯加05 这个阿拉斯加不就是属于北极航线 咱家05大区 没事 现在 这次中俄通报 今天通报 没说阿拉斯加 在北太平洋 实际上就是在那 就是阿拉斯 阿拉斯 阿拉斯加 群岛下边 对 伊朗怎么 伊朗等着金钻跟俄罗斯签准战略联合 伊朗怎么了 伊朗红了 你看他这天天 你拿这儿画 你上七个人干啥 黎巴嫩 震动到所有的 也能都是伊朗支持 伊朗在这儿 都是伊朗革命卫队 甚至发射的火箭弹 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发射的 伊朗人家培养这么多代理人 面对一个要你妈崩盘的老美 为啥非得自己杀 我问问你们 那战略这玩意都明白 都想让老美在其他地方下沉 伊朗赫出这么多抵抗之湖 战略众生还大 离以色列格好几个国家 伊朗革命队二十多万深入抵抗之湖 不管指湖也各方面导弹的 各方面运输 这跟伊朗打有什么区别呢 伊朗离他们以色列那么老远 他们两千多公里 一千五百多公里 对呀 老拿人家少 但是老美他也不敢呢 老美也不敢跟伊朗干呢 现在这以色列比成这样 不就是在这里吗 那谁跟以色列比的 不也蛮胡塞胡庄一个锁红牌 一个珍珠党天天在离以边境党 对 我就这么跟你说兄弟们 咱那不是说伊朗咱俩去 伊朗可不可以可 可 伊朗内部的石油天然气 基本上咱家公司 外部的战略 伊朗不能与咱家签 咱家不签决士联盟 大家知道 伊朗是与俄罗斯 准军事联盟 必须是与俄罗斯签 俄罗斯他俩是下月签 下月22号签 他俩签完了 蘑菇各方面全搞下来 伊朗这块 以这个点出发 完了伊朗咋玩都行 俄伊现在实际上准军事联盟 就差了一纸文件了 明白吗 他俩是遥相呼应的 当年在叙利亚境内 干反政府武装的 人家伊朗革命卫的出的力最大 对一直都是以这个点出发 很多人不明白你 所以说呢 你关键时刻 你说呢 伊朗上去废的是 一个残存的老美 让老美发动所有军事力量 轰炸伊朗 老美都快崩盘 他奶哨被消耗的 两强你能不能直接进中东 能帮伊朗呢 老美又大规模红帐 玩这套呢 老美又做好了 鱼死网破的时候 他必然在亚太 跟东欧也玩升级 对 所以说大家明白一个点 中东 不管是伊朗他们 不取决于他们 伊朗没动 七哥告诉你 是东方压的 东方的战略很简单 利用组织 把组织的力量武装到无限大 让他们去无限消耗 让老美 连目标找不着 单独的国家他找不着 不能以国家名义宣战 这是最基础的一点 把抵抗之户扶持最大 伊朗要成为大后方 源源不断给抵抗之户输出 输送力量 输送军队 因为那伊朗戈本威尊过去不就是抵抗之户吗 那伊朗的固别有事啊 武器 就以他走啊 如果说非要给老美一个口舌 哪个国家 宣战 老美要集中空中力量 到那一顿打 老美 他自个宣告个胜利 地面部队不进 这给世界造成恶劣影响 就是老美 每一进地面部队 光告大格门的空中 轰炸 轰炸 老美的威慑力又回来了 那非西方国家 就不好站队啊 老美最起码还是有轰炸能力的吧 明白不 你这个点玩 你直接介入也没有用 但是现在中东那种情况 离以边境砸起来 慢慢都可以介入 你是瓦格纳呀 伊朗国民卫队呀 俄军 国防军呢 甚至东方的维和部队呀 都是 都可以 来吧 大家心照不宣 那边英法德 美英法德 加以色列 这边大三角 加所有抵抗之户 可吧 看谁消化这谁了 嗯 党迪巴嫩 竟然被咱们屏蔽打歪了 你就这种新闻 就就就就就不要说了 这种 你看就没影的事 嗯 嗯 你现在就你 你没正视呢 但是咱家能把 把小乙的航弹 来站过去 就是小乙 教员当年说过一句话 以色列他可以赢无数次 他输一次 阿拉伯的联合运动 前几次中东战争 犯的最大错误就是 老想集中力量 一口气吞下 最后导致 先胜后败 美国一介入 阿拉伯国家这点加过事 上去 一下长出被老美一顿切割 切割完了 空中 靠着空中维持 一下他们没有后续了 就得像教员那种 你打游击 你不管是打啥 你抵抗组织 以这个方面 牵制他 整个让他内部经济不能运转 完了还要让 无限消耗老美 最后让他们找不着目标 完了大和再介入 再联合国 让老美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这个策略最好 完了你以组织的名义打 但是这个组织 比你很多国家都能打多了 你别看是组织 那都武装多少年了 对 这个组织是这么假象 对 很多人都能 预测一波经济吧 那玩意不是经济没有预测呢 经济通过国际局势来 战略 你预测经济很简单 下一次起飞啥时候 霸权没了 霸权没了 咱家向全世界输出 整个工业体系各个方面 建设整个非西方国家 做全球主导全球贸易 人民币国际化 干掉霸权 就这么简单 单独讲经济 不讲中美博弈 你讲啥经济 你有啥可讲的 咱就是霸权 你可别那么老 咱们从来没那么标榜 我的粉丝你们注意点 那样不好 咱们是跨越老美这套 打压他 咱们靠啥 老美这喊着 老美喊着一点 民主自由 完了 自由贸易 完了 再加上给苏联干倒 老美这些东西 价值观美西方 深入人心 你跟他玩这方面的 意识形态你玩不了 你只能上一个更高的维度 这个维度叫 不以大蹊跷 互利互惠 人类命 共同体 这是意识形态 在全球最顶峰的一个玩法 反霸 不是替代霸权 你一定要听好的一句话 你要是替代老美 成为老美 那谁跟你玩啊 他们一个老美都够 他妈瘦的 又来 你疯了 咱家一嗓子 为啥来这么上百国家来呀 就因为你 你这个维度 远远高于老美这种 对抗性 人家就讨厌老美 咱们就老美 做这坏事 咱家为啥主持 争论意义 就在这来 老美今天 得谁欺负人呀 得谁搞对抗 你不上我这来 你就成为菜单 咱们啥呀 不以大蹊跷 你看这句话 老美天天以大蹊跷 互利互惠 啥意思 公明 公明 老美 从来他拿大头 你他妈能喝汤 你甚至连你 给你裤衩都得扒下来 咱是公明 互利互惠 老美玩什么 自由民主 价值观扯淡 我人类命运 共同体 这是一 意识形态的顶峰 所以说 必须干到他们来 所以说 这回你明白了吗 所以说为啥 大家都支持 这一带一路 就在这呢 你不当爸 别人当爸 你看你又不懂 老美没了 事实上的老大 你还不明白咋个事吗 你非得把那俩字说出来 我只是说 咱们老美没这天 咱做的方式 跟老美不一样 你当不当 大家也认为你是大哥呀 你全世界最大的工业体 把老美都干了 那还用说吗